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哭了呀 小五童 你不要过来 我怕笑到你 妈妈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小五童 你不要过来就对了 你告诉你的桃三爸爸 我走了 过几天再回来 奇怪 妈妈这是怎么了 我回来了 小五童 你妈妈人呢 我回来的时候 妈妈正哭呢 然后还不让我靠近她 之后说过几天就回来 然后就跑开了 奇怪 小五这是怎么了 我还是出去找找吧 小五童 你不要在家里看家 不要随便连跑 我一会就回来 优地 你看我怎么样啊 好啊 接着 奇怪 这么晚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 不管了 我还是吃完饭洗漱休息吧 我的妈呀 我怎么变成了这个丑样子 我该怎么见人啊 爸爸妈妈 我还是去看家里面呢 我还是去看家里面 他们只是在家里面 我也是为何可以 to问你 好朋友 精彩的转型 看家里面 我还是去看家里面 非常讨厌我的 可算找到他们了 无缘无故地跑什么 真是急死人了 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天 你们两个人 怎么都变成了这个丑样子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变成这样了 小伙伴们肯定不喜欢我们了 你就是怕小伙伴们 不喜欢你才躲起来的吗 对呀 我变丑了 大家肯定不喜欢我了 肯定都会讨厌我的 怎么会呢 我相信 如果他们是真心的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都会喜欢你的 三哥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那是当然了 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 或者支持一个人 那肯定不会在乎他的样子的 还会有人喜欢我 真是太好了 就算小伍变丑 我一样会喜欢他的 你们觉得呢 我一样会讨计划